如果这样的不幸 高空掉落物掉落在我们台北捷运的高架或地面段的时候 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啊 台中捷运发生建案塔钓掉掉壁掉落轨道酿死伤意外 台北市议员苗博亚根据终结意外的影片整理时间轴 发现反应时间其实有31秒 倘若台北捷运未来也碰上轨道异常时 是否也要花30秒以上的时间才能停下列车 其实反应时间并不像是台中的只有13秒这么短 12点26分50秒的时候列车进站 27分4秒的时候掉壁才掉下来 然后接下来过了10秒后 保全员也发现说轨道有异状跟站长来回报了 这个时候距离撞击上其实还有31秒 保全员发现一直到撞击到衣物其实还有31秒 接下来列车关门了 随车人员在关门发车之后 26秒的时候才发现轨道上有异状 他才呼叫行控中心要开那个盖板要来紧急刹车 这个时候距离异物掉落22秒 但是距离撞击还有19秒 列车离站出发的时候距离撞击还有15秒 结果在这个随车员要开的盖板要拉紧急刹车 列车离站的这19秒之内列车竟然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 一直到了27分45秒撞到障碍物的时候才开始刹车 还要再过了7秒之后才完全刹停 我想请教一下总经理你是专业的 这个时间序整理出来之后 你觉得它是正常的反应时间吗 这个现在目前预案会在调查 不是你有专业来 我就问你几个实际上的问题 第一个已经发现前方轨道有异常了 过了30秒都还没有办法让这个列车停下来 这是正常吗 意思就是说未来如果我们台北捷运 轨道上面有异常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花30秒以上的时间列车才有机会停下来 在我们新的通告里面 我们已经授权现场的员要 立即处置 如果保全员发现它要怎么立即处置 一样可以阻挡车门 阻挡越南越 你说它以肉身冲到那个车门让车门夹 这样子吗 阻挡 就是卡住让它不要 卡住那就是这个保全员 它身先士足 它冲进去挡住车门 是这样子吗 这在系统的设计还是安全的状态 如果今天保全call询问处 保全要call售票旁边那个有用的话 那为什么今天终结这个 随车人员已经发现前方有异物了 花了19秒行控中心都反应不过来 保全call询问处跟随车员call行控中心 保全会比较快吗 我觉得你要去思考实际的状况 因为今天发生这样的产区之后 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再说 这是极端案例不会发生 因为它就是发生了 对不对 我觉得一桌刚才讲的 有一个很有道理 就是说 我们除了询问处有装 紧急停车按钮以外 规划了 未来 那月台是不是要装 也可以讨论 意外发生是环环相扣 从义务侦测失效到 人员事件没用 随车员无法操作紧急刹车 最后连撞击后 都得花7秒才能停下 市民担心台北捷运 能否做得比台中更好 期盼台北捷运系统 能有通盘检讨作业 这件事情我觉得回去 回头过来 你必须要好好的 整体做检讨 现在我们在台北捷运 也有高架跟地面段 文湖淡水信义 松山新店 小壁谈站 还有环状线 其实都有高架 或地面段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的文湖线里面 那你刚刚有讲 我们的自动驾驶 随车人员 甚至是在大直一段才有 除了大直到松鸡之外 还没有随车人员 像今天这个终结的事情 其实我盘点起来 四个问题 让人民非常震惊 第一个 高框作业 怎么公安管理这么差劲 第二个 轨道的义务侦测 为什么会失效 这一点也是大家在问 台中捷运说 他的车头 都有装这个义务侦测器 可是从头到尾 在这上面看起来 没有用啊 那我请教一下总经理 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 的义务侦测的系统 跟台中捷运一样还是不一样 我们基本上就叫实体 实体接触以后还会驱动 就是撞到之后才会停 那都撞到啦 这也是我们要去检讨 就是说如何有一个 远距侦测的一个装置 在系统里面安装 另外我们高架段 跟地面段 有没有高空坠落物的侦测 有没有 台中捷运没有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完全没侦测到 台北捷运有没有 高空坠落物没有这个侦测器 都没有这样的侦测器 对不对 今天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市民也都在关心 台北捷运 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比台中更好 今天一问下来 大家在这个议事厅里面 真相揭露出来 我想很多市民也会担忧啊 既然车头的自动侦测 是要撞到了才会停下来 没有高空坠落物的侦测器 然后我们的随车人员 竟然只有部分路线 从大直到松机才有 其他都没有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 那现在应急 就说好我修正 你们修正通告说 保全去挡车门 但这真的只是一时而已啦 那万一保全没有看到呢 万一没有任何人看到 只有随车人员看到的时候 还是一样没法当啊 对 所以我们要检讨 针对自动化的设备 也要部署在 这个我们一英的区段里面 你现在不能够靠一个保全员 说他舍身取义 一个人牺牲救全车的人 这是违反人性啊 苗伯雅强调 国内知名建商出事时 仅被裁罚区区四五十万 毫无阻止力 被市府因检讨 巡查与裁罚流程 不仅需严格落实 更不应该切割区域 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都应该加强查气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不仅需严格污温宇郡台北报道